今次是警署負責國安高級人員出事一定很轟動, 因為很多市民都會覺得什麼事發生, 尤其事件事發生了這麼多個星期, 突然間被馬雲旗下藍牙早報拿到消息一路爆出來, 市民當然很關心,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當然市民經常說警方有什麼事就沒事, 就算在示威各方面行動, 警方開槍打傷人都沒事,今次是否也是沒事呢, 所以大家很多揣測也不知道真正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這麼多個星期才會拿出來呢, 也不是全部東西會透露, 那件事何時發生是怎樣發生, 其實這些應該要講, 這個警務署長但都沒有講, 所以這件事一定很多人一直很關注, 有些新聞界我聽到好像Now都不敢播, 本來是播了,後來要落架, 這樣令很多新聞從業員很震驚, 包括他們自己員工, 為什麼有機構會這樣呢, 其他電視台很親共的電視台都播, 但他怕得這麼嚴重, 所以這些令新聞界令很多市民都很擔心, 看它是否真是公平公正去調查, 所以整件事其實很多事是很奇怪的, 很多事大家都未知, 看它一直怎樣發展, 當然你說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這個我們一直都同意, 但我們很多時見到就不是, 以往的執法人員做了甚麼事都無事, 反而你其他市民真慘, 現在好像拘捕了幾個, 萬幾個又告了幾千個, 有些排期要上庭好像排兩年三年, 嘩,甚麼都沒有,這樣就踏起幾年, 有沒有搞錯,這些是甚麼制度, 所以那些人家人他的朋友是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無端端拉了, 都未講清楚犯了甚麼事, 又未落案,這樣就踏起, 這樣就會失去自由,用連計, 是否警方犯了事都是這樣, 當然我們不同意你說哪個警方犯了事, 要踏起幾年, 但我也不會同意你將香港市民踏起這麼多年, 你說人人平等,憑甚麼鬼就等, 所以大家心裏面是非常憤怒, 你有沒有搞錯你香港去到甚麼位, 法庭又好像完全塌了, 完全都捍衛不到人自由, 人生安全的, 所以突然有個警方有單, 大家看看,你可以對比一下, 即是有人高人一等, 你其他幾千人, 各樣想很多人來踏起你幾年或十幾年, 可能還要多起幾個監獄才夠踏, 很生氣, 其實這個假新聞是很大問題, 有沒有定義, 如果你說要去處理假新聞, 你是法律,你要有個定義, 現在未曾去立法, 很多人亦都叫他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看回就算你在亞洲很多國家入法時, 假新聞主要是針對那些批評政府的言論, 你一罵政府它說你是假新聞, 是否香港想這樣呢, 前幾天這個外國記者會會長來我網台節目 都是提起假新聞他們都很擔心, 他們自己都寫過信給鄧炳強處長, 他亦都希望邀請處長去他外國記者會大家去談談, 當然他們在大學, 因為這個會長亦都是香港大學教授, 他都想教學生新聞時講什麼, 或者處長都可以去講, 其實不關處長事,處長是執行, 你是警署處長,你不是做政策, 要由政策的人去制定一些草案, 然後交出來諮詢,然後立法, 你都沒人立法, 你講那麼多話,好像不敢做完, 就是這樣,那就很怪了, 所以現在變成這樣, 動些東西就說我不喜歡你講假新聞, 要不說你抹黑, 人家講些東西就是抹黑, 要不就是假新聞, 你怎行,你將香港搞成這樣, 你真的令傳媒很多就很害怕, 雖然未有法律, 又不知用什麼法律可能要來拉你, 又拉又鎖, 總而言之現在很多人非常惶恐, 民主黨內的事不是我處理, 我不是主席, 就是羅健熙主席和其他中央委員會成員處理, 不過我聽聞他們講, 大家都談過一下, 說會尊重區議員要不要去宣誓, 有些不要宣誓就不想做, 你都無得逼, 但如果宣誓我自己也無意見, 因為誓詞內容跟我自己做了七次, 贏了選舉做立法會議員, 誓詞一樣,有什麼緊要呢, 但他們的擔心不是誓詞, 而是那些官員怎樣演繹, 怎樣運用誓詞, 或者誓詞人,或者說他違反誓言, 而後可能取消他的資格, 甚至要懲罰他, 是不是要拉他去坐牢, 是不是要他賠回那麼多年的錢, 很多很多後果他們在想, 你都無人知, 當局亦無講清楚, 可以發生, 亦都可以不發生, 有些就很焦慮, 所以這些真的無辦法, 你在香港搞到這樣的處境, 就是因為人家在2019年11月的選舉大勝, 大勝得那麼緊要, 他們保衡黨和北京就震怒, 現在要推出那麼多事去搞你, 去懲罰你, 所以都不知有什麼事會發生在區議員, 我看不到我是無資料, 但我們看到覺得很深暗, 亦都覺得很差, 原來贏了選舉, 換回來就是那麼多懲罰, 那麼多迫害, 是什麼來的呢, 大家亦都很多事都未知, 所以有些人都說, 不知就算了, 我不如走了, 懲罰冒這個險, 那麼多個議員, 那麼多個區議員持職又不會補選, 那麼多空位, 你一定搞什麼呢, 不妥了, 整個政府真是越做越差, 本來初初是做得好, 市民亦都信任, 亦都信任醫生, 信任科學家, 但是越搞就搞到一鑊泡, 對那些科學家對那些醫生都開始有存疑, 然後新聞經常報這個打完針死了, 那個又什麼, 令到越來越少人敢去打針, 然後一有事就全凍, 千多人全凍大廈全抓去檢疫, 21天去到那些情況又很差, 又說周圍有蟑螂又很骯髒, 吃又吃不到,吃了又餓, 又不舒服又找醫生又找不到, 即是你講不出都有, 還有你無端去了21天, 有些人守庭口庭, 又被人炒了,又無得賠償, 你說抵不抵人吵得那麼緊, 林鄭要出來道歉, 有人說道歉就怎樣, 我怎樣,我這麼多損失, 所以你是不是民怨一路一路, 好像煲一路升, 就是大紀元梁珍被人打, 在網上是報, 但新聞看其他就沒什麼報, 所以都是很糟的, 你的新聞工作者被人打了, 好像不是新聞, 但真的很差, 當然記協那些當然發聲明譴責, 我們當然要譴責, 我不理它是哪個報館, 哪個機構有什麼背後的政治背景, 宗教什麼背景, 但它是新聞工作者, 它做它的事, 為何要無端端被人打呢, 我覺得真的很可恥, 我不知是否警方會否處理這些, 有些它喜歡那些處理, 其他那些抵打打多些, 即是怎樣呢, 所以大家真的很無人看見情況,